開始拍了 現在就要做好了 可是這些 切割的地方 等一下要噴漆 然後可推式的 就是可以推了 把那個固定拿走 推 這邊等要噴一下漆 這個方便 這個等於說 你還是有鐵皮啊 等下衣服塞在要推啊 你看是不是很方便 然後影片有人回應了啦 他們問我說材料推多少錢 大概兩千出頭一點 有些地方材料比較便宜 可能控制在 兩千塊以內吧 把它固定好 這個很好用 這個輪子一定要買大顆一點 壓著 它就不會那顆 那連 講的重點就是這些啊 有沒有看到 這個要鎖 一定會礙住 這個要把它拆掉 所以影片要看詳細OK 然後就這樣子 這個齁 太多 裡面放在裡面它會沒辦法鎖 可是這邊還是有點瑕疵 你看一下 這邊就剛好 這個上面裡面那個 裡面它那個 然後我把它先打切了 沒有每銀顆都會剛剛好 其實要對動 有沒有看到 這組真的是很大組 我要示範一下 要怎麼曬衣服 OK 隨便拿一間 盒子的 那這個就是好用 就是這樣子 看你要勾哪邊都可以 而且 比較不會晃 可以勾很密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也可以勾啊 不要褲子就好了 下面不要褲子就好了 整個可以勾滿滿 那你怎麼勾都可以 有沒有好用 因為 最早以前就用這個狗 可是上面 有點 有點條啊 會 會 會 所以就用這組 這組 以前我有做過 一兩組 有沒有哪 還不錯看 有百電拍的 腳缸 一定要買有對動的 不要省那幾塊錢 這個價差好 腳缸有 一百二到 到兩百塊的落差 沒對動的 我跟你講你買的很便宜 到時候 你齁 長度都一樣了 到時候對不到洞 對不到那個洞 你就沒辦法鎖進去了 這是一個 鎖 最好是買有對動 要不然你自己挖這個洞 就浪費這個工 有沒有看到 然後 你就是要準了 才有辦法這樣子做 做起來 有沒有看到不一樣 這是 底是 底是包挖的 底是包挖的 然後 裡面是放裡面的 OK 這沒辦法全部擠一遍 擠一遍 我跟你講 它沒辦法鎖 OK 那影片等一下我就上傳了 我晚上會拍我工作系列 我會做到晚上十點 OK 我現在開始工作了 OK 影片要結束了 拜拜再見 OK 拜拜 再見